却建立了中国本土品牌 他初次创业就负债30万 却创立了市值72亿的公司 他就是美邦服饰创始人周成健 因农村身份感到自卑 初次创业负债30万 周成健于1965年出生于浙江丽水 1978年小学毕业后 以数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中学 不过由于家境不好 所以经常受到同学欺负 有一次甚至被同学拿圆珠笔扎后背 足足有两三厘米深 周成健之后再回忆起这件事 依旧觉得痛苦万分 他说因为自己的农村人身份 所以小时候一度觉得非常自卑 总觉得自己矮人一等 不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周成健性格里也有自傲的一面 越是自卑就越想证明自己 这种信念支撑他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 1982年 17岁的周成健初中毕业 为了分担家里的开支 也为了摆脱家境贫困的境况 因此他想去学一门手艺 而当时在农村只有三门手艺可以学 尼瓦匠 木匠和裁缝 可周成健学了一段日子的木工和尼瓦匠后 他觉得自己不太喜欢这两门手艺 摸布料 做衣服反而要有意思的多 于是就去温州学了裁缝 并在学证后创办了清田服装扭扣厂 办厂后他到全国各地推销产品 意外结识了景德镇的一家外贸公司 并接下30万元服装订单 然而日夜赶工完成订单后 对方却以面料不合格为由将货物退回 企业因此倒闭 周成健负债30万 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偶然成就休闲服饰 创立第一家美特斯邦威专卖店 负债后周成健揣着仅有的9000元来到温州 他在那儿结识了一帮朋友 还在朋友帮助下再次拿到了订单 干的依然是服装 此外周成健从老家再找来十几名裁缝 从事服装的剪裁排样缝纫机修理等等 十几个人吃喝住全在车间日夜加班 很快周成健偿还了所有债务 值得一提的是周成健与休闲服饰结员 竟是源自工人的一个失误 那时工人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 有一天太困就将西服袖子裁短了一截 周成健将错就错 把裁短的袖子接上别的布料 将衣服下摆也裁去一截接上别的布料 最早的休闲服装就此诞生 之后他把这批衣服拿到批发市场卖 结果一小时不到就全卖光了 周成健从此对休闲服装情有独钟 1993年 美特斯制衣公司诞生 生产邦威品牌的服装 寓意杨国邦之威 1995年4月 第一家美特斯邦威专卖店开业 当时周成健招收了30个服务员做候选 让消费者来选择真正合适的服务员 消费者也可以获得7折的销售价格 除此之外 街上全部铺上了红地毯 直通专卖店 周成健还推出服装业一大创举 公开成本价 将所有服装的面料 扭扣电费等都标出 然后由消费者定价 只要高于总成本1元钱就可以成交 此举引发销售热潮 美邦品牌开始叫响 要求加盟销售的商人络绎不绝 美邦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周成健成为国内服装界首富 尽管很多人知道了美邦这个品牌 但周成健始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 制衣行业几乎没有核心技术 模仿复制能力尤其高 而国外品牌在内地之所以有市场 就是依靠的品牌 以及周期越来越短的营销前倒周期 于是周成健决定搞虚拟经营 几把产品设计品牌推广和少量直营店握在手中 而将生产和销售外包 2003年美邦正式将总部搬迁上海 此后美邦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截至2008年一季度末 公司已在全国拥有专卖店 2211家 2008年也是周成健最风光的时候 头顶中国本土休闲服饰第一品牌的美邦服饰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线下门店超千家 身家过百亿 他不仅一跃成为国内服装界首富 还立下豪言要做全世界的裁缝 此后的几年里 美邦持续发力 逐渐打败早期进入内地市场的港资休闲服装品牌 并迅速扩张 到2012年 门店数直接达到了5220家 深陷库存量泥潭 四处突围 却难挡颓势 门店数量增加 随之带来了库存难题 2015年的时候 美邦的库存数量已经达到了3761万件 周成健也感觉到了美邦的库存压力 其实早在问题严重之前 他就已经有所行动 从2012年起 美邦服饰将互联网化转型发展 作为公司的重要长期战略 相继收回电商平台帮购网 率先进行auto运作等 试图挽回劣势 2013年 美邦服饰将直营店改为概念体验店 期望通过体验店提供的舒适上网服务 将消费者留在体验店内 以此实现线下向线上导流量 2015年开发了有饭APP 并请当红偶像为其代言 但都于事无补 美邦的市场份额 营业额 门店数不断缩小 近2016年上半年 净亏损就达到了6019.08万元 年度亏损超一亿元 三年时间关闭1500余家门店 2020年8月8日 梅特斯邦威以72.56亿元品牌价值 名列2020中国品牌节 年会500强榜单第209位 同年4月7日 周成健以13亿美元财富 位列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1613位 在这样的成绩 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下 周成健和美邦都需要做出改变 这样才能获得